2024年2月25日,大脚星人理事会,灵魂黑夜以及你们如何从中受益,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译者扬声传导。 大家好,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很高兴与你们联系,尽管我们知道事情可能会变得更好,但我们对地球上的事情感到很平静,我们感受到的内心平静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知道地球上的人类最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们也意识到,当你们身处困境时,当你们经历绝望、健康不佳、赤贫等等时,你们不知道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你们不知道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原因是因为你们必须有怀疑,才能充分感受到你们在地球上所拥有的情感。 这一切都必须看起来非常真实,你们都必须相信事情有可能不会顺利,才能体验到这些情绪。 现在,一旦你们经历了足够的情绪,你们就会认识到,尽管你们在生活中不得不做和面对所有不愉快和不想要的事情, 你们还是活了下来,尽管你们必须感受到所有的负面情绪,你们还是克服了它们。 事实上,当地球上的大多数人谈论经历灵魂的黑夜时,他们都会怀着怀旧的心情讲述这个故事,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在面对这些挑战时有多么坚强。 大多数人也认识到灵魂的黑夜是如何为他们服务的,所以你们总是想知道你们已经创造了你们生活中所经历的一切。 你们始终要意识到的第二件事是,无论你们的生活中发生什么,无论它对你们来说有多可怕,它都会以某种方式为你们服务。 你们始终要注意的第三件事是,你们可以发现它如何为你们服务并从中受益。 所有这些步骤都可以让你们达到接受的地步,当你们接受了,你们就会放弃抵抗。 当你们放弃抵抗时,你们就接受了生命中每时每刻所能获得的所有帮助。 当你们对某件事有抵触情绪时,你们可以透过感觉来判断,有时你们会以情感的方式感受到它,有时你们会以非常身体的方式感受到它。 其他时候是灵性上的痛苦让你们疲惫不堪。 因此,如果你们在身体、灵性或情绪上感觉不太好,那么你们就知道你们对某些事情有一些抵触,你们需要找到接受的方式。 当你们意识到一切都是你们的创造,而不是某些外在力量强加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会更容易接受。 当你们意识到某件事对你们有用时,它就会变得更容易接受。 最后,当你们意识到,如果你们能找到对你们有用的方式,你们将从生活中的一切中受益,那么你们也可以到达接受的境界。 而你们身为一个灵魂将永远生存下去,你们总会痊愈的,你们总是会以某种方式找到解脱。 但我们现在要告诉你们的是,当你们寻求那种解脱,那种内心的平静,那种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信念时,你们会更快地达到这一点,并且你们会受益于所有人你们所经历过的。 这对你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美好的时刻,在地球上生活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无意以任何方式减少你们的痛苦,但我们总是想给你们一条出路。 这就是我们这次传输的目的,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很高兴与大家沟通。 2024年2月25日,扬声大师圣哲曼,进化整个星球,传导,而Anna Velasquez,一者,扬声传导。 我亲爱的医门,我是圣哲曼,今天我在这里向你们谈论与人类和扬声进程有关的某些方面。 自从我透过这个管道发出最后一条讯息以来,对不起,亲爱的医门,我不再使用其他来源进行交流。 银河高级理事会召开了许多与地球重要事物相关的会议。 截至目前,我们反对重置价值,我们相信这个过程将会在你们的星球上造成彻底的混乱。 人类还没准备好承担接受无尽金钱的责任,它的存在减缓了人类的进化,给世界各地的许多人带来了许多痛苦。 如果我们确实继续进行重置价值,那么唯一能够参与这一过程并获得所有这些财富的人将只有银和纯洁的灵魂。 人们买了相当于手提箱的货币,却不会得到一分钱,他们的贪婪不会得到回报。 有些人透过创建虚假的重置价值训练课程来利用其他人,大多数购买货币用于交换过程的人并没有纯粹的意图。 他们只关心满足他们的自私和贪婪,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质疑什么是对你们的星球最好的选择。 对于这件事,我们还没有完全关上门。银和高级理事会和我,圣哲慢,坚信只有纯洁的灵魂才能处理这么多的钱。 此外,金融财富将紧由银和系而非人类重新分配,我们很快就会敲定有关重置价值的决定。 现在是人类专注于扬升的时候了。 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些沉睡的人将被转移到遥远银和系的赞赛星球。 我亲爱的义们,你们将在第五维度中为自己创造你们所需要的东西。 生活将是快乐的,不受控制,没有任何义务为每件小事付出代价。 关于第三维度矩阵的记忆将会像一场噩梦一样消失。 这种荒谬的现实即将结束,你们的身体正在过渡到高维度领域。 请不要保持任何期望,只要遵循神圣过程的流程即可。 我要谈谈扬升症状。 今天,你们没有经历任何来自扬升过程的症状。 无论你们现在身体有什么感觉,它都与扬升无关。 你们唯一应该经历扬升症状的时候是在2020年,而且只有一种症状,那就是极度疲劳。 此外,太阳药般或闪光不会给你们带来任何扬升症状,它们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 我想提一下这些关于太阳药般或闪光的无意义的持续信息。 它们误导了所有人。 人们正在谈论病等待大太阳闪事件在地球上发生,但没有意识到,它们基本上在说什么。 它们希望整个盖亚因高温而融化,地球上的每个人都被烧死。 事情就是这样,如果来自中央太阳行星的太阳闪光以全部能量和热量撞击地球, 一切都将被热和能量彻底摧毁,人类将灭绝。 幸运的是,当太阳药般或闪光到达盖亚时,它们的热量和电力都未灵。 基本上,它们毫无意义,太阳药般或闪光不会以任何方式影响地球和人类。 不会有虚假讯息的大太阳闪事件,它从来不是扬升过程的一部分。 只有神知道,在过渡到更高维度的那一刻会发生什么事。 太阳药般或闪光背后的含义是由光社区创造的,这讯息不是来自我们。 唯一重要的是银河光明势力正在利用它们的先进技术将你们世界中的负能量转化为正能量。 此外,神圣正在将所有黑暗能量重到地表并进化整个星球。 除此之外,神圣正是图用它的神圣能量提升整个世界的振动。 是时候让你们睁开眼睛,看到真正的真相,而不是想象中的真相了。 黑暗在于光明的战斗中失败了,全息场景的阴遇和厄运并不起作用。 金融体系和其他一切都在崩溃,黑暗继续假装一切都在它的控制之下。 但事实并非如此,你们不能相信任何人,除非它来自可靠的来源。 神圣正在全力粉碎你们的现实,另一次加速即将到来,很快就会感觉像是漫长的一天。 所有的障碍都将被消除。 同样的情况也是用于假讯息的传播者,他们将会消失,永远活在当下,尽可能地每分钟静静地冥想。 每一次静心冥想,你们的振动都会持续增强。 他们对于每个人过度到第五维度都是强制性的。 谢谢银河光明势力大使,请接受我的祝福和爱,专注于你们的振动。 圣者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